在刚刚过去的周末 亚太地区规模最大的年度安全问题对话会 在新加坡举行 中国国防部长在缺席多年后 信心十足 走上了香格里拉对话台的主讲台 不过当他走下讲台的时候 可能感觉大不一样 现在我们就连线在新加坡采访 这次对话的美国之音记者李宝 由他来解释一下事情的来由 李宝 你好 对 是这样子 就是这个年度的香格里拉对话会 是亚太地区规模最大的一个 有关亚太安全问题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峰会 那么每次都能吸引十几二十二三十个 这样的国家的国防部长来参加 到新加坡来参加这样的年度的会议 但是中国的国防部长自从2011年以来 就一直缺席 直到今年这个魏丰和部长 率领中国代表团来参加 所以大家对他这个出行都高度的期待 期待他作为一个中国最高国防官员 对中国在亚太安全问题上的立场做一个描述 他们的中国的政策 让大家知道一下 然后特别是希望 这个魏丰和部长能够跟这个通过某种方式吧 就是化解中国跟美国之间的这样一个越来越紧张的一个这样一个这个关系 所以呢就大家非常期待他的来访他的这个参与 那么在魏丰和部长呢讲话之前的前一天 美国的代理防长沙纳汉呢 他就上台先发表他的说法 有意思就是说 沙纳汉呢平时呢 往常呢在这个中国问题上呢 都是直言不讳 而且经常直接的批评中国这个威胁这样的一来的话 那么但是呢很有意思就是说 在他发言的那一天呢 他突然改变了他的做法 他准备了15页的这个演讲稿 那么到了第8页才集中讲中国 就那么一页讲中国 而且讲的大部分都是说 美国跟中国应该这个好好的合作 没有去怎么样这个狠狠的批评中国 然后呢到了13页的时候 还有两页就要结束的时候 讲到台湾 而且他在台湾问题上的看法 说法呢跟以前的说法是一样的 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讲法 就是说美国要这个怎么样 根据这个台湾关系法 来为台湾提供足够的这个国防的这个帮助 没有一些非常这个新奇的这个话 所以也不是 大家也不认为它是一个这个非常这个强硬 或者一个很新鲜的说法 好了 魏凤河登场 第二天登场 他一上场 不到一分半钟就开始批评美国 而且从头到尾都是在抨击美国 所以等到这个他讲完的时候呢 很多人都认为就是说他这个是不是错过一次机会 本来美国的国防部长已经比较温和的这个这样的口气来说你中国 那是不是可以这个也以同样的方式他没有 好了等到这个这个正式发言结束以后呢 就开始是一个问答环节 那么问答环节很有意思 就是说主持人呢就是他这个做法就是集中的让大家问问题 然后呢就集中的回答问题 这样的好处就是说可以节省时间 也就是说有的问题呢你问了以后可以不回答 好了 有一个英国的记者就问到了六四的事情 他说中国军队好了中国军队呢30年前镇压这个学生民主运动 今天应该有个交代 好了这是包括在十几个问题当中的一个问题 按照中国以前的这个正常的做法就是说 能够避免这个问题就避免这个问题 能不谈就不谈 所以呢在这个包括在十几个问题里面有这么一个问题 他完全可以按照中共之前的做法是完全可以不理睬这个问题 就假装没有听到对吧 好他就回答了这个问题 而且刚才你也提到这个这个说法 就是说中共中国这个30年来的这个蓬勃发展 你能说我对这个六四事件处理的不对吗 好了就这样一个说法就成了新闻 他本来不回答的时候 不回答的话呢是不会有新闻的 但是他回答不管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回答都会是新闻 所以呢我在说 就是他走上讲台的时候是信心十足 走下舞台讲台的时候就不一定了 就很难说了 因为可能回到了北京 回到了北京他可能就麻烦了 好的我们感谢李宝在新加坡的连线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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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